就是MyViewBoard它有一个数位教室云端的版本 它的互动的能力比较强 就是在云端上面互动 刚刚那个MyViewBoard 本身是比较容易在触控白板上使用 那个是学生在教室的场景 可是学生如果不在教室的场景 你就变成只能比较单向的传递 可是如果你要在云端上面 让学生可以比较容易的双向互动的话 你就要使用它的数位教室 云端版的数位教室 所以它会有可以学生在手机或平板上面 可以跟你用同一个黑板 或者是他自己的黑板也可以把写的东西放进来 也可以做分组讨论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连线的状态 它的网路稳不稳 或者它也没有专心在你的画面上 那我们先来操作一下这个 所以它某种某种程度可以取代那个MIT 某种程度 好那请各位呢到它的官方的网站 你直接到那个MyViewBoard的官网 好直接到这个MyViewBoard的官网 那到官网之后呢 请你去登录 好登录这边 那一样用你的用Google账号 然后一样用刚刚的 那个教育处给的那个Google账号去登录 好登录之后呢 好登录之后 它的画面上面 这边或者在右手边会有一个浮动视窗 那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讲的就是这一个数位教室 classroom 所以请你点进数位教室 点进去之后 他会 会再问你一件事 要不要开那个监控的视窗 那你要回答要 你就会有两个视窗 一个是你跟学生互动的画面 一个是你监视学生的画面 好 各位进来之后 如果他没有帮你 因为以前的版本 他会问你要不要开那个监控的那个地方 那你现在如果没有问你的话 请你在这个下面 这里有一个开启仪表板 好 请你点一下 点一下他就会开这一个页面 你就会有两个页面 这个是教学的页面 这个是监控学生的页面 好 请各位把它点开 那你在上课操作的时候 你就要 很清楚知道你在哪个页面 你要做什么事 要去哪一个页面 好 自由 适合所有那个控制狂的老师 就他在家里 你还是可以控制他 上线的状态 那接下来我们就稍微演练一下 给各位看 请各位拿出你的手机 拿出你的手机 那这个是我们的课堂 这个是我的课堂 那所以你要给学生加入的话 这里公开课堂这边点一下 学生请扫一下QR Code 来各位 扫一下 加入我的课堂 然后他会问你你的名字 你就输一下名字 然后加入 都扫好了 各位看一下 当你加入之后 你的老师的那个控制视窗 仪表板这边 就会看到已经加进来的人 所以现在只有三个进来 五个 还有没有老师 六个 好你输入完名字直接就加进来 好 那所以 好 有没有还没扫的 都扫过了 那你看 这个都是绿色对不对 大家都是绿色 有一个橘色 那个橘色的同学在看别的网页 看别的页面 对不对 你可以自己手机试试看 你切换到别的页面 你看你的名字会不会变成橘色 你不要关掉 切换就好 好 当你的注意力没有在老师的画面上 他就会变成橘色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个学生 在看别的东西了 你已经跑掉了 来再给你加一次 是 那刚刚不小心把他关掉的钱 你再加回 那如果是绿色的 表示他 现在很专心的在你的页面上 好 那如果那个学生呢 他的网路不稳 他会跑到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网路品质 有没有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学生到底是网路的问题 还是他不专心 如果不专心怎么办 如果不专心呢 各位你的 你的这个画面上 这里有一个 手机上有看到吗 当你按下去 他就会出现那个提醒事项 这个可以另外做设定 他至少有这些功能 好 那现在老师呢 假设我了 这个功能跟那个MyViewBot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功能比较少一点 比较少一点 他没有像MyViewBot的功能那么多 但是一样可以用 好 各位应该有看到 你的手机上应该有看到我的画面 对不对 那你的 你的那个画面上面有没有一支笔 现在应该不能写 对不对 现在没办法写 对不对 因为现在的权限 被我控制住 对不对 好 那你看我现在 老师怎么开放权限 老师这个页面 这里 有三个权限 第一个是 那个笔的权限 我如果把大家的笔的权限都打开 来 请各位手机试试看 可以写了吗 然后 你看 这你们写的都会在老师的画面上出现 所以你们在上面写的东西 老师的画面上都会出现 所以 当你把权限下放给学生的时候 学生都可以在上面表示他的意见 好 我们再回来 我现在如果把你的权限拿掉 你就不能再写了 现在应该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写 写不进去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也可以只开某一个人的权限 比如说 宋太太 我只开他的权限 我把它点开 现在只有他能写 来试试看 其他人应该不能写 但是那个宋太太写进去的应该可以出现 有没有 现在只有他能发表 其他人不能发表 好 再来 那所以你需要个人的权限 因为你就可以在这边去做点选 开启或关闭 然后另外一个是举手的权限 然后另外一个是讲话的权限 所以你可以让某一个人 他可以发表 在这个会议室里面去发表 他也可以让大家一起讲话 这个都可以控制 好 再来呢 我们把宋太太的权限也关掉 好 再来他可以简单的做分组 这边有一个 这个就是分组 那这边有一个分组的数量 假设你今天要分两组 那你就在这里直接 他这里有预设好的50 15 20 好 这是分组的数量 那如果你只要分两组 你就直接改这个数字 改好之后 这一个就是直接分组 所以你点下去之后 他问你说 你这次分组讨论时间要多久 假设我给一分钟 好一分钟 那我按确认之后 他们 他们就会被分组 好 那这边就会出现时间 那 为什么只有一组 他人怎么都不见了 大家都退团了吗 再加回来一下 哎 跳出去 其实我们那个扫码的那个 他会留住前一次扫描的那个 你就直接再进去就好 好 那所以当我要做分组的时候呢 开始小组讨论 我给他时间 然后确认之后 他就会做分组的动作 好 假设了 因为上次是可以 不晓得他是不是产生新的bug 好 就是你选好你的分组之后 按了分组之后 他会帮你分成小组 那如果他他会预先帮你丢 谁是哪一组 那如果你不喜欢怎么办 你可以拉 好 你可以要谁跟谁要一组 你可以手动拉 好 那那个 各分组 就是这一个第二组 只有这两个人 他们的白板 只有这两个人共用 其他人不能写 只有他们两个可以写 好 所以这一个小组也是 他的白板 只有这两个人共用 好 那所以这个是分组的功能 那老师呢 老师在他的页面 老师如果要去看分组的话 这边 好 这个是老师个人的页面 然后这个是 全班分组的页面 所以他点这个地方 好 这个是刚刚启动那个分组讨论 好 启动之后呢 他这边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字 对 如果你要去看学生分组的状况 你可以从这里点进来 然后这边就会出现各个小组 他们里面在讨论的内容 好 所以你也老师也可以 哎 直接 比如说我现在要切换到第四组 好 我就把第四组点开 然后就可以跟他互动 好 或者把他拿出来做全班的展示 其实都可以 好 那要回老师个人的页面就点这一个 好 那这个就 点这里就会结束 呃 如果你还没有要取消分组讨论 你就在这边去切换 好 第几组 我要看第几组的 或者从这里回去看那个大画面 好 这各组的互动状况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你要结束分组 好 结束分组就是点回老师的开始上课的页面 这个地方右下角正 那点了之后呢 各位的分组就会结束 好 所以这个在网路上要做分组讨论的时候 也很好用 好 或者是说找谁要 谁来发表他的想法 全体的互动分组的互动都很好用 那这个跟刚刚那个数位教室的档案 不能互通 数位教室跟刚刚的Modipo的档案 还不能互通 这个我们有请他 做修改 那个里面很多功能 各位就慢慢再去发现 他里面那些 呃功能其实跟Modipo是很类似的 那我们就切换回来 321 好 所以这上面呢 也可以分享你的视讯跟音讯 好 所以 呃 你在那个这边 这边其实是可以把你的那个 视讯的画面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 在学生那边就可以看到你的画面 听到你的声音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录影 这个截图 这个是只有 哎 线上版这个是只能做 啊 录制 哎呀 录制萤幕画面 所以这个功能就等同于桌面录影 所以你可以一边上课 一边把整个画面录下来 你就不用依靠那个MIT 好 所以这边是可以录影的 好 那以上这个部分叫做数位教室 他把这个产品线跟 刚刚的Modipo他做了切割 然后他的 档案还不能两边互通 他正在处理 好